青春美女 公開女子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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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這個會的成本 我自己的心情 都是一件很深入的 所以我今天做了一個開始 希望他為會開始轉了一個理解 我家庭的家庭就是佛教 我小學就是在基督教學校上大 中學就是善主教 後期因為師母在玄學院的歷史 你們自己也接觸到道教 但是自己的道教是比較淺 講到玄學來說 我師母就是 除了對佛教道教之外 對玄學來說是非常有興趣的 我記得他早上就在公司工作 我小學做到很小 下午一個星期起碼三天就穿衣服 然後就去看玄學師父去看陰宅 龍馬等等 到最後連跟他的司機 看大我了 因為我家做的工人已經做了幾十年了 對玄學來說也是有少許認識 所以我對玄學來說也感到非常有興趣 我本人對玄學的經驗 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道教 其實就是講完所有宇宙的一切 運行和變化 以及它的理律是非常科學化的 例如宇宙景運行 陰陽 穿下秋風 我想各位都已經很知道了 既然我們人是身在這個宇宙裡的一份子 那這個人來說也是根據這個變化 而研究我們人所在一生裡的變化來講 這一個就是這個玄學 就是研究我們人生出來的命運 以及我們居住的環境 我們在哪裏的環境受環境影響 影響我們的命運 這是一個很科學化的 最重要的一點 我自己覺得就是明白 玄學對於人這個變化 其實就是明白宗教我們所講的 最重要的講號是因我 我們一出生之後 就有八個字 這八個字就是我們的果 我們多生以來做了的業力 我們出生這個世界裏 就有八個字就是這個果 那既然果已經定了 那你還要學圓學啊 算命啊 你做什麼呢 既然已經是定了果 已經擺在這裏 那我們推行這個圓學計事 對年輕人這一方面來講 就是希望是吹哄秘吉 吹哄秘吉 但現在呢 反而有很多方面是負面的 就是很多年輕的人 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 就去上班 學圓學啊 學風水啊 或者學這個名利 但是呢 我們要很小心 他們的態度呢 有一個錯覺就是 我學了風水可以改變我的命運 我學了算命的話呢 可以把我由一個平平無範的 打工仔可以變為四叔 三叔六叔那些這樣 這個是非常之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做法 所以我們這個 我希望這個協會成立之後呢 有一個平台 平台呢 我們大家聚集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很坦誠的平台 來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 來看看我們這個聯合 究竟是怎樣呢 那方面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 很多年輕人誤會了 就是可以 我去學風水我這樣學 就是想發達 想自己 改變自己的命運 是可以改變 是 趨吉飛空 是說自己可以 一生人呢 是 變為富貴啊 或者是 有很多災難在內 是全部可以說完 但是這個是 現在的年輕人呢 他們會上班去學 他們就報復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 非常 在這一方面來說呢 是要給一個正確的啟示 他們的 所以 我也都 希望呢 從此這個會議進入之後呢 我們有一個平台 大家呢 可以呢 去談 就是我們 推行這個 柯柯耀子和柯中子的方向在哪裏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谢谢大家